哈囉各位 我在這邊要跟大家道歉 我這個禮拜經歷了崩潰的一週 爛命一條的衣服 要請大家再等等 事情是這樣的 希望有預購的大家都可以看完 沒預購的就當一則故事看 我一直很想出一件 就只是單純是我的口號 爛命一條的信仰梯 就像浩哥舌丸那樣 走在路上一看就像戲服的感覺 因此這次我花了非常大的力道宣傳 也賣了我自己衣服優勢以來最多的數量 我真的超開心的 這間製造商採預購日 因為從布料開始製作 因此要等90天 當初會選擇這件是因為 我穿了其他網紅這件合作衣服 覺得真滴舒服 因此我一直在舒適度 與90天超常預購集之間抉擇 再來廠商給我的成本報價 是別間的1.5-1.8倍 這也是我個人要思考的點 我想了很久 跟老闆吃了飯 最後決定交給他們做 希望等歸等 但拿到衣服時大家會心滿意足 會很常穿 一開始我們先做一批打樣 寄個KOL的朋友們後 就開始正式製作 每個網紅朋友真的都很聽我 幫我發文 衣場老闆也是有求必應 例如請他們做小贈品 明信片 他們也是馬上動工 合作至今都非常愉快 這段期間 我其實一直收到私訊 很多人問我 到底衣服到了沒啊 我一一回覆訊息 說明預購期那麼長的原因 我其實也是滿焦慮的 但我一直想 等他們收到 不會失望的 真的只有到大家收到衣服 看完大家反饋 我才真的是放下大使 再來我的分潤還要等發貨後 才會下來 所以我心也是一直選著 終於11月30就快到了 就是90天了 準備來出貨 老闆在25號突然緊急的打給我 楊聰 有一件很嚴重的事跟你確認 你看看圖片 可能有些人沒看出差別 再看一次 自往下兩公分了 怎麼會這樣 你們做了幾件了 九成九都完成了 本來準備要出貨了 我問他說 怎麼現在才發現 本來全做完 已經就要寄出了 剛剛A員工跑去抓幾件來看 突然才發現這件事 我才緊急打給你 所以咧 現在怎麼辦 重做要90天 我剛剛覺得比較好的辦法是 我們發公告所有誤差 想退貨的都可以全額退款 拿到貨的想退也可以全退 我先睡覺好了 明天再討論 那晚我緊張到肚子很痛 完全睡不著 為什麼我前面跟其他人配合都沒出包 就只有我遇到 我真的倒楣 難道29歲吹蠟燭真的那麼嚴重嗎 幹 南山就算了 字直接凸在胸部上 真的變得很角色 可能有些人覺得字偏掉一點點沒差 但我覺得那字往下一點就不美了 強迫症發作 我怎麼可能讓這種東西流到市面 我好歹主業也是畫畫的 我最認真賣的一次 賣到史上最多等了那麼久 結果直接從天堂掉到地獄 賣越多越崩潰 那早知道只賣幾百件還比較好 這已經不是賺不賺錢的問題了 除了這次包 以後大家都不信任我了 誰還敢跟我買東西 總之我那幾天開始怨天怨地 我覺得我的傷慾受到損害了 就算廠商賠多少錢都不夠賠我 我這幾天的心情是從驚嚇 憤怒 無奈到抱歉 當初這布料的成本 抱給我的價格比別間貴 現在還要全部作廢 真的咪笑 隔兩天我去再睡五分鐘的活動 我整個心神不寧 幾個觀眾問我衣服要出貨了嗎 我跟他們說抱歉 要得延期了 他們都笑笑地跟我說 沒事很角色 我是感動又愧疚 隔天老闆從宜蘭沙來桃園跟我吃飯 我們倆討論想了幾個方案 1.如前面說的 我們發公告想退貨都可以退款 拿到貨的想退可以全退 沒差就買 2.直接全部退款 NG的衣服就送給大家 3.NG衣服處理掉 在30天內生出來新的一皮 但是換布料 4.NG衣服處理掉 用一樣的規格全部重新製作 再等90天 1.對廠商來說傷害最小 但直接排除 因為我不想把這款流通到市面 且公告不是所有人都收得到 一定會有人遺漏 收到後覺得怪怪的 不滿意 然後自己吞下去 2.直接退全款 免費送給大家衣服 這我有考慮 這是最方便的 但想想這是我第一次賣 我實在不想讓大家收到NG的東西 然後穿在路上 3.我是因為喜歡這布料才選擇這間 才接受要等那麼久 現在換一批布料 總共要等90加30天 也不合邏輯 4.發公告跟已經等90天的人 說要再重新等90天 我覺得我會先崩潰 後來我找健保阿滴討論很久 想想怎樣可以讓大家心裡最舒服 欸楊超 我覺得你跟老闆說 這一波真的不要想虧不虧錢了 陳奕一定要給下去 嗯 最後討論的結論 大家 我還是決定用第四點 請大家再等我們90天 我們整批重做 那幾十箱NG品作廢 但為了彌補這多出來的90天等待期 90天後祭出時 我們再附贈一雙 雷包限定款 洋蔥的罪過 襪子 還有雷包限定款 洋蔥的罪過 毛巾 我想讓大家有物超所值的感覺 等於花了590 90天後會拿到毛巾 襪子 衣服 且毛巾襪子都不另外出售 只有被雷到的朋友才有 這是希望大家即時再等90天 也能心服的方案 甚至比原本如期收到還開心 各位真的很抱歉 這是我們思考過後認為的最佳解答 這次賠錢或沒賺錢都是其次 最重要的是 讓大家滿意 這不光是為了你們 也是為了我自己 我跟老闆一起承擔這是錯誤 這樣他跟我才有機會下一次合作 這樣大家之後才會再次相信我跟我購買 老闆聽到送贈品的方案 幾乎是思考了兩三分鐘就答應 然後開始狂打電話找襪子跟毛巾廠商 看誰能短時間伸出大量 他的臉是真的很糾結的表情答應 因為他認為他對我這波的傷害很嚴重 他也認為他要負起大部分責任 我們才有機會下一次合作 所以這部分我相信他會好好處理 另外如果無法接受這個方案的 即刻期都可以全額退款 影片敘述的退款方式真的很抱歉 那大家一樣如果對衣服的遲疑要問進度的 這90天都可以在IG撕我 我看到一定會優先毀 最後這些NG衣服的拒留 我們會再討論再跟大家說 最後澄清一下 老闆說怕送那麼多會帶其種 我們賺很多所以可以送那麼多的風向 我不是要幫老闆背書 但我收到了訊息 我這邊看到的報價單 跟我自己拿到的分潤本來就沒有很多 這波贈品我跟老闆共同分擔 但他們出比較多 因為是他們的鍋 但這是我提案的方案 所以我也出一部分 我直接誠實跟你們說 最後希望大家可以相信我 我一直以來都是把我的角度知道的事情 在不雷到其他人的狀況下 跟大家實話實說 我沒有耍什麼心機閉著 沒有要幫任何人背書 沒有陰謀論 一切的說詞都是從我知道的角度出發 對我來說 你們持續看我的作品 不花半毛錢 我就有收入了 所以我沒必要停而走險去說謊什麼的 就這樣謝謝 希望90天後 大家收到商品會滿意 感恩 都沒想到 過了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